我叫刘七星 大学毕业后考取公务员 大学期间 我与张文文相恋 后来得知她的父亲是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农村出身的我 自卑感油然而生 两年后 我与张文文结婚 答应了张家几乎所有苛刻的条件 签署婚前协议 进行财产公正 还当上了张家的上门女婿 然而 结婚不到三个月 张文文就厌倦了我 她放纵自己 在外风流快活 以至于身体受损 无法生育 此后 我一生都活在张家的阴影下 尽管我努力拼搏 成为了省委秘书 但在张家人面前始终低人一等 受尽屈辱 最终 我成为了张正廷的政治筹码和弃子 背负着巨大的黑锅 郁郁而终 没想到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竟然重生了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个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你未来有何计划 此人是大学女友张文文的父亲张正廷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张文文家进行拜访 我正在准备公务员审考的笔试 是本次省考第一名 挺厉害的吗 此时 自己的女朋友张文文和前世的岳母 全都躲在门后偷听呢 今天自己面对的一切 全都是张家人早就商量好的 笔试成绩 只能证明你对理论知识掌握得还算不错 接下来的面试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知道 你和文文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但这并不代表 我对你很满意 我看着笑容和蔼的张正廷 心中一阵冷笑 这个在体制内颇有实权的中年男人 究竟有多么无耻 更知道接下来 对方会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 你知道什么叫门当户对吗 当然知道 伯父是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正处级的领导 手握实权 你知道就好 不过 我不嫌弃 什么 你不嫌弃 是的 虽然伯父的关不大 家里条件也挺一般 但毕竟我和张文文已经交往了这么长时间 感情基础还是不错的 我就没必要嫌弃 我身为正处级干部 还是实权部门的领导 竟然会被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嫌弃 他是不是飘了 你家里又是什么条件 还敢嫌弃我家 我家在乡下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农民 你以为现在还是几十年前吗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这个社会 是有阶层的你这种乡下人 有资格嫌弃我 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 宁七白头翁 末七少年穷 你说社会有阶层 我很赞同 但我并不认同 你说乡下人就是社会的最底层 而且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就需要仰视我了 如果你女儿嫁给我 你们家绝非下假 而是高攀 我女儿高攀你 我还得仰视你 你算什么东西 乡下臭农民有个大学毕业证而已 连蚂蚁都不如的穷算 还敢在我面前放肆 既然话不投机 那就聊到这里吧 刘七星 你别以为 你是省考比试第一名 前途就一定光明 在我面前 你什么都不是 我分分钟就可以让你失去面试机会 现在 看在门门的面子上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向我道歉 道歉 如果你现在 向我道歉 我或许会考虑 今后给你个机会 你 你放肆 你小子给我等着 有你哭的时候 你不是想当官 想进体制内吗 我让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滚回老家 继续当农民吧 就凭你 也拦得住我 我拥有前世二十多年的记忆 以及丰富的官场经验 这一世 若不能轻云直上 那可就白火了 我也没打算 再娶张文文这个女人 前世 害我郁郁而终的人里 就有这个张正廷 这一世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放肆 她是什么东西 文文 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 这就是你说的懦弱美主见 你能拿捏住她 她 她之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她什么都听我的 我骂她父母 她都不敢吭声 今天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们家能让她当上门女婿 已经很抬举她了 她家祖坟冒清烟 才能娶到文文你 这种不识抬举的家伙 就是欠收拾 文文 你别难过 凭咱们家的条件 好男人随便你挑 我根本不难过 我当初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她听话得像条狗 我只是有点不爽 分手也应该是我提出来 她凭什么先提 文文说的对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女儿出气呀 让那小子知道厉害 回来跪着求咱们原谅 我知道怎么做 虽然我并未亲耳听到张家人的对话 但凭借推断也能估摸出他们的手段 既然我有胆量与张家决裂 那自然是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对于张正廷 接下来会耍出什么花招 我也是心知肚明 刘七星回到了 她在辽南市租住的居所 这里条件简陋 张文文来过一次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 她嫌弃这里太过破旧寒酸 这些是远在乡下的父母 特意寄给我的土特产 然而 张文文说这些东西太过寒酸 坚决不让我拿到她家 上一试 这些东西都被张文文扔掉了 尽管我很心疼 但当时的我根本不敢多说什么 就是这个小区 在前一世我当上省委秘书之后 才得知其中的秘密 原来 原凤辽省政法委书记李洪良退休后 便在这个小区过着犹如隐居般的生活 尽管李洪良已经退休 人生孤立众多 尤其是他的儿子李文博 宪政担任辽南市公安局局长一职 这样的权贵人士 我怎能错过 咦 怎么还是这牢套的车炮出啥 不过这次 你别往下再出我地子了 我的没意子都有后盾 你根本没机会 哈哈 这可不是车炮抽杀 而是泡面单杀呀 小伙子 知道什么叫管器不语吗 你能看住我的布局 老伯您别生气 我真不是故意多嘴 现在这位老伯的布局已经成了 我觉得 说出来也不影响啥 您这局 我在棋谱里看过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梦入神机里的一举起 名字就叫泡面单杀 小伙子 竟然还研究棋谱 你这样的年轻人 现在可不多见了 要不小伙子傻盘 这个点 我要去有院 结孙子了 小伙子 不忙的话 咱们杀盘 好啊 刘七星笑着点头 这正是他来到此处的目的 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 李洪良真正的身份 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 我老家是乡下的 大学毕业后 来辽南考公务员 寻思找个稳定工作 挺好 有志气 考得怎么样 想去哪个部门工作 家里一直都想让我考警务系统 我却觉得 还是算了 为什么 当警察不好吗 好 来到辽南后我才明白 警察这行的水可真深啊 就拿最近那个诈骗案来说吧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警局查了整整三个月 到现在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要说这里面没有猫腻 谁会信啊 这样的警察 不被骂才怪呢 我所提及的 正是辽南市近期的一桩大案 此案牵涉甚广 资金巨大 省理特别重视 责承李文博亲自侦办 李洪良必知此案 关系到妻子仕途 借此案走进老书记事业 张正廷又算什么东西 小伙子口气不小案 但凡破案 无外乎就是要理清证据链条 然后顺藤摸瓜 然而根据警方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 案件的进展仍然停留在对诈骗公司 及其相关利益链条的调查阶段 在我看来 幕后黑手早就把链条给斩断了 纠结于此 根本毫无意义 有点道理 可既然利益链条已经被斩断和清理了 那又怎么调查呢 既然是诈骗案 当然要查钱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 那些诈骗的钱 肯定早就被洗白了 如果能查到 难道警局不会查吗 所以啊 我认为办案人员的思维可能存在局限性 想要侦破这个诈骗案 必须具备逆向思维能力 逆向思维 没错 这么大一笔钱 要在短时间内洗净绝非易事 除非通过大宗交易 此案发生在辽南市 全市范围内有能力进行如此巨额资金交易的大企业趋之可数 只要锁定目标范围 逐个排查 真相必定水落石出 老伯 你输了 输了 怎么会输 刚才明明 不对 你这是什么起路 这也是梦入神机 棋谱里的一局 名叫兵姬在守 兵姬在守 我怎么不记得 棋谱里有这么一局 嘿嘿 现在市面上的棋谱 只是残缺的版本而已 完整版的棋谱 可是价值连成 多数人根本没机会看到 这么说 你看过梦入神机的全本 小时候看过 李鸿良在担任省政法委书记期间 有个绰号叫李奇迟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棋谱 棋谱在哪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恐怕这件事不好办 我也是小时候在村里见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家里都翻新过几次 很多旧东西恐怕早就不见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简直就是在暴殿天雾啊 小伙子 你是看过棋谱的 肯定记得不少棋招吧 没错 我的记忆力一直都很不错 太好了 快快 你再给我摆几局 你是外地人吧 如果晚上有空 你跟我过来 咱爷俩好好下集团 老伯 您别开玩笑了 我马上就要参加审考面试了 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的准备面试题呢 要不是家里给我寄了些商户 我连门都不会出 更别提下棋了 小兄弟 请留步 这样吧 你给我留个电话 等你考试结束后 我再找你 你包里装的是红膜吗 还是野生的 是啊 这是我父母特意在深山老林里采摘的野生红膜 味道鲜美 比市场上那些人工培育的可好吃多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些红膜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前世我在担任省委秘书时 就知道李洪良喜欢下棋和红膜 李文博当时已经升任公安厅厅长 他也喜欢红膜 目前我处境艰难 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来改变 这些红膜 我原本是打算送给女朋友的父母的 但是他们却嫌弃这些红膜 我就把他们拿回来了 老伯 如果您喜欢吃 我就把他们送给您吧 至于棋谱 真得等我审考面试之后了 最近肯定没有时间 那 那这红膜多少钱 老伯 您这么说就见外了 这些红膜在乡下确实随处可见 不值几个钱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那好吧 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小兄弟 你给我留个电话 等你面试结束后 我请你吃饭 留电话时 李洪良仔细询问了刘七星的名字 刘七星知道 他今天这不起走对了 不出刘七星所料 他前脚刚走 李洪良后脚就掏出手机 拨通了儿子李文博的电话 文博呀 今年省考有个考生叫刘七星 真是个人才 刘七星 你知道他 市委组织部刚刚送来了招考名单 其中刘七星省考比试成绩排名第一 可惜由于面试复审不合格 他的面试资格已被取消 居然复审不合格 这可有意思了 爸 这个人是托关系找到你了吗 何止找到了 我还收了他的红膜呢 红膜 没关系 他能考取比试第一 证明他能力还是挺强的 你刚到辽难时 确实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 想办法将他特招到你麾下吧 特招吗 这恐怕不好吧 听我的准没错 我看人很准的 这样的人才很难得 埋没了就太可惜了 要是被别人抢走 那可就更可惜了 王科长 你这个招考办主任是怎么当的 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面试吗 张部长 我昨天确实把刘七星的面试资格给取消了 但是谁能想到公安局那边直接要人 说他符合警局特招的条件 还让我继续发录取通知书呢 什么 符合警局的特招条件 这怎么可能 他有什么本事 昨天警局那边态度非常坚决 难道这个刘七星他上面有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就是个农村人 他能有个 通常情况下 警局绝不可能主动前往组织部要人 更别提是一个连面试资格都已被取消的考生了 难道说 刘七星攀上了什么权贵 要不然他怎会在我家如此嚣张 今天的面试 你不用去了 我替你当主考吧 与此同时 退休的省政法委书记李洪良 正在跟儿子李文博下棋 你这棋力不行啊 比刘七星那小子 可差得太远了 爸 你真觉得那个年轻人有那么好吗 我反而感觉踏实有意在接近你 想博取你的好感呢 纵官辽难事 乃至整个凤辽省 有几人知晓我在此地 你不是已经查清了他的背景吗 他有这般能耐 绝对没有这个本事 对嘛 即便他有此等能耐 也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 他的背景极深 连你都无从查记 其二 他做事很有一套 能做到自然而然 毫无痕迹 这样的人 算不算是人才呢 还有昨天您和我说的那个逆向思维 这也是他打动我的一个点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这个刘七星都是可造之才啊 辽南市的局势 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也是担心你 才特意过来给你撑要的 即便如此 你身边还是需要几个得力的帮手才行 就算他进了局里 级别也太低了吧 低有低的好处 你也需要时间去考察他的能力 人品和底细 近期你先不要现身 等你对他满意了 我再把他叫过来 到时候大家一起见个面 他也就清楚自己该站哪一边了 原来这一切都在您的掌控之中 那我就放心了 我现在最为担忧的是 组织部的那些人会继续刁难他 一般来说 组织部的那些人精 得知你们介入 就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我让你高叔到辽南来一趟 我们聚一聚 也顺便帮你把把关 前世审考时 张正廷并不是考官 看来这家伙来者不善啊 你既然搞到了警局的特招名额 怪不得昨天在我面前如此嚣张 不过你别以为 在警局有点关系 我就对你束手无策了 就面试资格这件事来说 张正廷其实已经被刘七星打脸了 他现在必须弄清楚 刘七星究竟攀上什么关系 这句话看似是挑衅 实际上却是一种试探 张副部长所言何意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若是想为昨日之事向我致歉 那我这人心善 便原谅你了 你 你 刘七星 别得意 今天我是主考官 我不管你找了谁 在我这里 都不好使 那你就试试呗 张副部长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麻烦你让一让 嗯 咱们走着瞧 就在这时 一辆挂着凤瑶省省会牌照的汽车 缓缓开进一路 看清车牌的同时 张正廷的眼皮 不由得狠狠一跳 什么情况 省委组织部的车 刘七星搭上的关系 竟然是省委组织部 高部长 您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小张 你知道我要来 高部长 您真是太幽默了 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这次面试 我是其中一位考官 您今天是来视察招考情况的吗 是啊 公务员考试 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因此省委组织部非常重视 今年辽南市人才积极 尤其是刘七星 他在全省比试中名列第一 刘七星 又是刘七星 刘七星难道和高灵月有关系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位考生 根据你的自我介绍 我注意到你并没有公安系统的工作经验 也没有学习过相关专业 基于此 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警队呢 你认为自己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可以胜任警队的工作呢 这是一道陷阱题 省考面试 主要考察考生的逻辑 组织协调 人际关系 应变等能力 一般来说 特招到警队的面试 正常的提问方式应该是询问考生对警队工作的理解以及对警察职业的认知 然而 现在这个问题却变成了一个质问和一个反问 这种提问方式更具攻击性和挑战性 一般的考生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时 可能会感到慌乱 甚至会给予解释和自辩 从而忽略了问题的核心 这道题的意图就是要测试考生在压力下的应对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我认为 警队的职责主要是预防 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维护法律的尊严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 我报考警队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 同时也是出于对这个工作的热爱 我相信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以上是我的陈述 假如领导安排你和一个与你有过矛盾的同事一起出差 你会如何应对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如何处理 请举例说明 在日常工作中 我们应该与同事友好相处 保持良好的关系 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和处事原则 因此在单位中可能会与个别同事产生矛盾 然而 个人矛盾不能影响工作 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 把工作放在首位 坚决不让个人矛盾影响工作效率 假如领导安排我和一个与我有过矛盾的同事一起出差 我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稳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项任务 我会把工作放在首位 尽力与同事和睦相处 避免冲突 如果同事挑衅 我也会保持克制 以大局为重 同时 我认为这也是化解我们之间矛盾的好机会 我会找合适的时机与同事好好沟通 多做自我检讨 争取消除我们之间的矛盾 密室结束 考生可以离开考场 等待公布成绩了 谢谢各位考官 郑部长 我觉得这个刘七星达不到及格线吧 你们讲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他不急 高部长 您这是 该看的 我已经看过了 你们继续 我先走了 真的是被刘七星而来 这怎么可能呢 郑部长 这个刘七星的分数 这还用问我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不就是考官吗 我身体有些不适 需要休息一下 其余的事情 你们看着办 高部长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好像有及时要处理 他还特意让我告诉你 好好面试 不用送他 难道我猜错了 高灵月来这里不是为了看刘七星 只是巧合 他刚好在刘七星面试结束的时候 接到了电话才走的 我劝你别惹我 否则你会后悔的 等我查清高灵月离开的缘由 定让你好看 叔 我爸正在厨房 亲手给你做小鸡炖蘑菇呢 还是老领导懂我 知道我就好吃一口 哈 以前我每次做小鸡炖蘑菇 你都会千方百计的跑来蹭饭 我能不了解你吗 文博 剩下的活就交给你 老领导 您对文博可真是关爱有加 都已经退休了 还特意回到辽南 亲自为他稳定后方 既然已经退休了 就别再称呼老领导了 咱们有着三十多年的交警 你还是叫我一声老哥吧 辽南水深呢 我是这里出身的 以前为了避嫌 并没有在这里扶持人脉 文博算是空降过来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如果他阴沟里翻船 我这张老脸可就挂不住了 那个刘七星是怎么回事 他是个人才 文博在这里 没有亲信可不行 这次约你过来 一则是想你了 老朋友聚聚 二则也是让你看看刘七星 给他呼呼航 高灵月笑了笑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跟李鸿娘 聊起了以前在省会奉天的一些往事 老哥这手艺越来越好了 这蘑菇炖的 简直比鸡肉还香 这些蘑菇 可是深山里采摘的 纯野生鸿蒙 在市场上拿多少钱都买不到啊 难怪 我就说嘛 怎么这么好吃 你觉得好吃就行 吃了这红膜 你给刘七星护航的人情 就算是还利索了 高叔 这蘑菇是刘七星送给我爸的 这家伙挺上道的 居然知道老哥你喜欢吃红膜 我今天发现 辽南组织部的张正廷 对刘七星的敌意好像还挺大的 要不要我出手 再帮他一把 你什么都不用做 官场的本质是能力与物性的较量 正所谓是龙的盘 是虎的卧 张正廷恰好是一块绝佳的试金石 与此同时 刘七星已经来到了辽南市春花出版社 我既然决定走仕途 就意味着要放弃经商的机会 前世的我 阅读过许多畅销书 偶尔也会无文弄墨 昨天 我根据记忆 整理了一本书的开头 能光明正大挣钱的渠道并不多 写书或者炒股 都是很好的选择 只不过 我连炒股的本钱都没有 再加上脑子里有东西 当然要选择写书了 既然面试已顺利通过 我便决定前来投稿 怎么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 要不是这个年代 电脑还没普及 文学网站也不靠谱 我才懒得跑到这里 你是 刘七星 郑小云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这里的编辑呀 你呢 你过来干嘛 我是来投稿的 投稿 哇 你当作家了 我在考公务员 听说你交男朋友了 前世 郑小云人生坎坷 她的男朋友是个富二代 不仅脾气暴躁 而且经常对她进行家暴 这导致郑小云婚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不到三十岁 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重生之后 我希望能挽救郑小云的命运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呀 没你你在学校里 肯定追求者无数 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呢 这么多年没见 你倒是比以前嘴甜了不少 不过你猜错了 他可不是我大学同学 他比我大两岁 家里是做生意的 刘七星轻轻点头 前世的一些信息也就全都对上了 这个男朋友 就是富二代渣男 小云 我来投稿的 你帮我看一下 好 今天就让本件习编辑 欣赏一下你的文采 就这点吗 后面呢 我刚开始动笔 次数不够 还是质量不行 质量没问题 老同学 这是我见过的 最贴近生活 最有创意的稿子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的文笔这么好 不 确切地说 不是文笔 而是脑洞 你这种叙述方式 就像在老家场一样 如果历史课本的吸引力 是小米加步枪的话 你这本书的吸引力 就相当于洲际导弹了 你这 这是遥遥领先啊 那我可以签约吗 老同学 你只是见习编辑 要不要给你们主编看看 肯定能签约 不用主编看 老同学 你这本书 能不能和我签 虽然我只是见习编辑 但主编对我很照顾的 我会尽我所能 给你争取最好的签约条件 当然了 咱们是老同学 我的书交给你 我也放心啊 你他妈谁啊 敢泡我的妞 是不是想死 陈健 你别乱说话 这是我同学 你好 我叫刘七星 郑小云的高中同学 同学 老乡好吧 你这种穷逼 也想泡我马子 你别胡说 我们这是谈工作 刘七星是来投稿的 你这种人 配不上郑小云 什么 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 别闹了 这是我单位 知道我家里是干什么的吗 就你穿的这寒甜样 还他妈有脸说我不配 要不是小云拦着 我分分钟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三分钟 我教你怎么做人 小子 你他妈的 大哥 我输了你别打了 我服了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抱歉啊 没忍住 没关系 咱们继续聊稿子吧 他太嚣张了 挨揍也是自找的 而且 一言不合就扔向我逃跑的男人 我又何必生气呢 你们的感情并不好吧 感情重要吗 我只是觉得 他能保护我 可以依靠 这就够了 可是没想到 这男人也靠不住 算了 不说他了 我们先签个授权协议 稿子先留在我这 我会尽力给你争取最好的条件 我们随时沟通 刘七星 我要和你谈谈 改天请你吃饭 稿子的事情先交给你了 我这边有点事 先走了 七星 我爸爸阻拦你考公务员 这件事确实有些过分 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希望你可以原谅他 可以吗 想回我前途的人 还值得原谅吗 可是 你还是考上公务员了 你的前途并没有毁掉 或者说 你 你难道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们开门见山吧 你这次过来 是不是替你爸爸打探我的情况 想弄清楚我背后有谁撑腰 对吧 然后再根据我的关系 确定对付我的策略 我可是太了解你们的套路了 刘七星 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还难以置信 当初你对我许下的那些承诺 难道都是虚情假意吗 承诺是真是假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我今天来见你 就是想看看你和你爸爸 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既然还是那些老掉牙的套路 那我可没兴趣陪你们玩了 刘七星 你这个家伙 有什么资本和我较劲 我已经给你留了余地 你却不领情 以后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们斗 你们在我前进的道路上 不过是小小的绊脚石 踢开就好了 不值得我花费心思 李伯 今天恐怕是我 近期最后一次陪你下棋了 入职通知下来了 是啊 明天我就要去市局报道 然后等待分配工作我刚入职 肯定没空下棋了 真可惜 这些天和你下棋 我的棋力着实长了不少 你知道吗 想当初我在单位 下变无敌手 李伯退休之前 应该是机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吧 你知道了 一般只有老领导 才会下变单位无敌手他们在单位里 谁都下不过 可一旦退休了就谁都下不过了 谁都下不过 和谁都下不过 哈 你小子 还没进官场 就看透这里面的门道了 官场就是误道场 虽然我不喜欢 但却可以误吗 你误到了什么 我觉得 很多事情 过程可以博弈 但结果必须双赢 这是梦入神机 缺少的那部分欺谱 这两天我努力回忆 也只回想起 这些内容了 你小子 只要不忘初心 终会乘风破浪的 其实人情是故 只是表面功夫 那何还得是人间正道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们知道 这次分配岗位的 负责人是谁吗 就是市局人事科的 陈科长啊 那是我哥们的亲叔叔 呵呵 不就是找了 人事科的陈青波吗 一个刚升上来的副科 宣要什么 在前世 我刚入职 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市局的一位副科长 被当场免职 而这个人竟然叫陈青波 这也太巧了吧 你怎么在这里 好啊 你就是个等待分配的小警察 哈哈 你知道我三叔是谁吗 我靠 你敢打我 这里是警局 我虽然没有分配岗位 但已经入职 且身穿警服 你的行为是公然袭警 以及攻击执法机关 打你都是亲的 算了吧 这小子是领导的亲戚 你打了他 没有好果子吃的 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我告诉你 立刻跪下叫我三生爷爷 不然的话 我让我三叔好好收拾你 住手 我看谁敢打我侄子 三叔 这小子打我 你叫什么名字 连我侄子都敢打 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是他的同伙 他在警局 公然袭警 我依法进行正当防卫 同时警告你 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一个新来的小警察 还敢警告我妨碍执行公务 行 有种你把我也拘了吧 我看你他妈有没有这个胆子 我是 我已经做过警告了 你还辱骂执法人员 现在我依法对你行使强制措施 麻烦谁帮我叫一下治安科的同事 对他们进行逮捕 周围所有人 全都被刘七星的操作给震惊住了 能考上公务员的可没有傻子 大家全都看出了陈青波的身份 这时候 谁敢乱动啊 刘七星 你完了 我三叔是人事科长 快来人了 有人殴打警局领导了 怎么回事 你们闹腾什么 此人正是辽南市局书记 也是原局长 吴志明 你先放开他 报告 我是今天新入职的警员刘七星 这两个人在警局里无故袭警 并且公然辱骂警员 我在经过警告之后 依法对他们执行了强制措施 此事全程都有监控录像 而且会议室里的其他同事也都可以作为证人 你知道他谁吗 不管他是谁 违法就要受到制裁 这是警察的责任 陈青波此时见吴志明来了 正想要说话 却被吴志明抬手制止了 你闭嘴吧 还嫌不够丢人吗 这件事 我会处理 你们继续等待岗位分配吧 哥们儿 你捅娄子了 刚才被你抽耳光的 就是负责咱们这次分配的陈科长啊 兄弟 你也太冲动了 虽然咱们是警察 但警察也分级别啊 你自求多福吧 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 我就是依法办事而已 所有人都已经认定 刘七星肯定完蛋了 负责分配岗位的就是陈青波 这次刘七星一定会被分到偏远郊区去当骗警 前世陈青波被免职 并不是工作重大失误 而是派系斗争的结果 而找毛病把他打下去的那个人 正是刚才来到会议室的 市局书记 吴志明 既然吴志明来了 恐怕陈青波这一事被免职的时间点 也就要提前了 果然 十几分钟后 一个消息 悄然传进了会议室 各位新同事 因为人事科忽然出现了一些调整 所以大家的岗位分配问题 会有一些延迟 请你们耐心等待 整个会议室 顿时就炸了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刘七星 兄弟 哦不对 刘哥 原来你是真人不露相啊 刘哥 今后可要多关照一下小弟啊 刘七星是吗 交个朋友吧 我们全家都是公务员 编部聊男士科部门 以后咱们可以互相关照一下 大家这是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是同事了呀 以后当然要互相关照 不过 大家千万别误会 我真不认识什么领导 陈科长的事 和我可没关系 与此同时 市局楼上的会议室里 也正在进行着一场 看似波澜不星 实则暗流涌动的博弈 今天是新警员入职定岗 陈清波恰好主持这件事 突然免职 似乎影响不太好吧 李局讲得很对 其实我原本也是这个想法 只不过 刚才发生了一些意外 陈清波和一个名叫刘七星的新警员 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了解事情经过之后 有理由怀疑 在新警员定岗问题上 陈清波存在重大的迅思舞弊嫌疑 所以才立即叫停了这次岗位分配 刘七星 难道这件事和他也有关系 当初陈清波升任人事科副科长这个决定 是我做的 我也要做出深刻检讨 李局没必要自责 你刚来辽南三个月多一点 而且主抓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 对局里的人 都没有进行过深入了解 我们发现问题 并解决问题 也就足够了 吴书记 不管怎样 我都有失察的责任 另外 那个叫刘七星的警员也挺有意思 入职第一天 就敢跟领导叫板啊 李文博知道这次博弈已经败了 便故意把话题 转移到了刘七星的身上 是啊 我也觉得 这小子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 只不过 他不是警校毕业 没有刑侦基础 不然的话 倒是可以去刑侦支队锻炼一下 刑侦和经侦 都是李文博那一边负责的 这次吴志明制裁陈清波 刘七星吴行中 就成了他的人 李文博怎么可能让吴志明 往他的队伍里掺沙子呢 可是谁也没想到 李文博却笑了笑 我倒是觉得 吴书记的意见很重肯 没有刑侦基础也无所谓 在工作中学习 岂不是成长得更快吗 就这样在两位领导的博弈下 刘七星最终被分批到刑侦二大队 他也没想到